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原总理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同志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刻苦学习追求进步 1974年3月起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11月至1978年3月 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曾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1982年2月起 李克强同志先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常委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庆祝书记 共青年副主席全国少工为主任 1993年3月起 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来考虑和安排团的工作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998年6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省长 省委书记 省长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2004年12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辽宁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紧紧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 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5.1线沿海经济带 提出并组织实施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等民生工程 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显著成绩 200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 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8年3月 任国务院副总理 党组副书记 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改革 财政 国土资源 环保 建设 卫生方面工作 他协助做好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 把保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 推动医保 医药 医疗三轮驱动 着力推进保障新安居工程 促进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2012年11月 李克强同志 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13年3月 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同月启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定力 着力完善宏观调控 注重预调微调 注重定向调控 深入开展互联网加行动 加快新就动能转换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之能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201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 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 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18年3月 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并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面对世界变局 加快演进 新冠疫情冲击 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 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依靠创新驱动 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基本 兜底线 促公平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 扩大保障性 住房攻击 推进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李克强同志 还先后兼任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西部地区 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科技 教育 生态环保 和东北全面振兴 西部大开发等领域 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冠疫情发生后 李克强同志 担任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角色部署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推动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李克强同志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 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 更好结合 他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行政体制改革 统筹推进财税 金融 投资 科技等重点领域改革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 对外开放 李克强同志 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 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 兜老民生底线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2023年3月 李克强同志 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 他坚决拥护和支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现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他的事实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出力奋发 勇意前行 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而团结奋斗 李克强同志 永垂不朽 每个维护兼伟业